这只像糯米团子的熊猫 是熊猫界的颜值天花板花花 花花本名叫荷花 于2020年7月4日 与双胞胎弟弟和叶 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月亮产房 现在已经快三岁了 在众多熊猫之中 我们的花花总能被轻易找到 因为它坐下来就像是一个三角形的饭团 从小就长相可爱 圆滚滚的没有脖子 小短腿跑起来一颠一颠 当然这都是有原因的 毕竟花花继承了父母的优良血 爸爸是帅气的美男 曾因相貌漂亮 一度被误认为是女孩子 还被介绍了八个男朋友 回国后才发现实际上是个男孩 而妈妈则是洁癖公主成功 有了如此完美的基因 所以才有了现在貌美如花 毕业修花的大熊猫花花 而游客来看花花的时候 花花也十分调皮 总喜欢和游客玩捉迷藏 躲起来不让游客看的 同时花花还是为数不多的 性格温顺 两岁以后还让人近距离接触的大熊猫 除此之外 花花还是个行动吃缓 吃东西特别温柔的小仙女 经常被别的熊猫夺嗦 但在拿到自己喜欢吃的苹果时 伙伴来抢 花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花花还有个超级爱她的谭爷爷 谭爷爷担心花花吃不饱睡不好 对花花的照顾那叫个偏心 住单间开小葬 经常单独喂花花 谭爷爷每天叫花花开饭时 喊到花花果烂 她总以为花花是在喊其他小伙伴 而自己的名字叫果赖 听到果赖的时候 就会屁颠颠地跟着谭爷爷 来到熟悉的位置 美美地开始吃饭 而且花花在工作上也十分卖力 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 经常和游客进行互动 不仅如此 花花还能听得懂中文 游客们喊她的时候 她会把脸面向游客 积极配合游客们拍照 是不是非常可爱呢 如今花花已经收获了 上百万的粉丝 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往动物园 一堵熊蝉 当然动物园里也不知有花花 一只如此可爱的大团子 还有这样一只贪玩的熊猫宝宝 她为何如此顽劣 拉完巴巴屁股蹭妈妈头上 在妈妈头上做标记 饭桌上拉青团 还动手打妈妈 这就是大熊猫福宝 曾被江爷爷宠成了财阀公主 第一只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 作为独苗 当然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江爷爷更是像对待亲生孙女一样 宠爱着福宝 因为福宝实在贪婪 江爷爷给福宝做的玩具就高达60多件 竹筒做成的竹子眼镜 爱不释手的木吉他 用竹竿合成的漂亮花花 还有江爷爷亲手编的花环 虽然大部分都被福宝拆个金光 可江爷爷依旧不停地给福宝做着 乐此不疲 每天变着花样地讨他开心 为哄福宝乖乖刷牙 将竹子做成牙刷和漱口碑 收集了三天的枫叶 只为让他开心地玩上一次风夜雨 可即便有江爷爷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 还是少不了母亲的沉重爱意 因此福宝也更加喜欢黏着江爷爷 屁颠屁颠地跟在江爷爷身后 一次福宝抱着江爷爷的大腿不放 还顺手脱掉他的靴子 见他如此喜欢 江爷爷就把自己的靴子拆了 给福宝做了一双能吃能咬的竹叶冰靴 真是专宠 当福宝调皮完木马摔倒了 起来赶紧跑到江爷爷怀怀里撒娇 看来会撒娇的熊猫就是宝 江爷爷对福宝的宠爱早已胜似亲人 可无论是多么独一无二的宠爱 也是有期限的 根据吕韩协议 福宝四岁的时候就该回国了 每每想起 江爷爷都忍不住眼含泪水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距离福宝回国还有两年时间的时候 为了让福宝能提早适应国内生活 江爷爷特意自学中文 然后一点点地交给福宝 他希望福宝能够在中国也交上更多的好朋友 真的难以想象 福宝回国时 又是怎样难舍难分的离别场面 被重阳长大的福宝又会不会行 那个至亲至爱的江爷爷呢 就有这样一只大熊猫 离开时 机场排起长队 游客挥泪送别 这是真的吗 要说熊猫在国外有多受宠 那就看看在日本的乡乡 地位堪比首相 回国时机场排起长队 群众挥泪送别 2017年6月 熊猫乡乡在日本诞生 作为第一只在日本出生的大熊猫 团宠香香瞬间成为了顶流 有日本民众排队去动物园观看香香 甚至不惜两天排队三小时 只为了看一眼香香的庐山真面目 由于人流量太大 动物园不得不采取提前预约入园的措施 不仅挤爆了电话都要被打爆 其中有一个粉丝最特别 这个小伙每天五点就在动物园门口排队 进人之后就开始给香香拍照 这一坚持就是五六年 同时 动物园又推出了很多香香的周边玩偶 一经售卖就会被抢光 俗话说无力不起早 商家也利用香香的名气 掌握了香香就是流量密码 日本街头挂满了香香的海报 商场也是摆满了香香的玩偶和照片 甚至有的商家为了蹭热度 拍摄了很多熊猫主题餐厅 香香在日本的那五年 给日本带来了五百三十九亿日元的经济效益 可谓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按照规定 香香两岁的时候就要回来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只能延期 日本也因为舍不得这个财神影 一直把归还日期推迟 二月二十一日是香香回国的日子 而十九号是最后一次 可以观看香香的机会 看熊猫就犹如看演唱会一样 当天预约人数超过六万人 因为承载人数有限 所以只能采取抽签至参观 当天早晨六点 机场就挤满了民众 大家手举横幅拿着脸 就像是哪个明星正在机场里 甚至有不少香香粉都伤心流泪 没有香香 我可能活不下来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是确实也真实地看到了民众的不舍 不管你有多不喜欢日本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日本人对香香的喜爱一点都不亚于国人 看到香香这么地受欢迎 真是为我们长了不少脸啊